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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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原來是在電腦業界做工程師做了十幾年 之後做高階經理人 在金屬業界 我也做了很久 其實隔熱塗料是我原來設計要做汽車改裝的 後來覺得應該要用到更多人使用的空間 所以才會往建築業這邊來做 就開始投入在隔熱漆這個領域 隔熱漆基本上我們就著眼在它的降溫效果 如果有塗隔熱塗料和沒有塗隔熱塗料對比之下 我們是可以達到30幾度的溫差 依台電的數字來說室內溫度如果能夠降一度C 我們在電費方面可以省6%的電費 會有一筆很可觀的節省 講得更宏觀一點就是可以我們為地球多盡一份心力 那除了這些之外我們的耐腐蝕性防水耐酸耐鹼耐厚性 這些極多功能於一身的產品 目前在市面上是比較少見 公司創立至今這項發明專利隔熱塗料以獲得許多公共工程及上市企業大廠的青睞而採用 這個塗料有拿到國家的綠建材標章 所有的塗料通過綠建材標章幾乎都是走健康綠建材 那也就是它非常強調在VOC甲醛排放這一方面必須要到一個相當嚴謹的程度 你要通過才能拿到這個健康綠建材的標章 那也就是說我們即使在新的房間裡面塗了這個塗料之後 你不會有刺鼻的味道 有傷害人的這些物質它會降到最低 兼具多種功能及顏色選擇的隔熱器防水又能透氣 使用相對環保的水性塗料 卻擁有超越油性塗料的物理性質 這不僅是技術上的突破 也成為各種產業在建築維護上的一項福音 隔熱器它可以使用的範圍很廣 因為它除了隔熱它還有兼具防水耐水的功能 所以在建築業界會使用比較多 那這個塗料在化工業 或是說我們沿海地區的建築物 時常被鹽分所侵害 或是某一些都會地區時常有下酸魚 那我們在這方面它的抗膚質性性能都很強 所以它不管在任何一個產業都可以使用 這房子鋼買沒問題 三十幾年後問題來了 我那一面牆是蜥蜡又熱又會滲水 那裡面牆壁裡面都是蓋子 那用了那個塗料以後 我沒辦法去說鹹肥土 可是那感覺就很舒爽 再來就是蓋子也沒液 水也沒液到 這是我的需求 擁有多項專利的陳先生 研發出能造福大眾的各種發明 然而在這些成功的背後 卻是以數千萬的心血對接而成的 我大概花了兩三年的時間 嘗試了蠻多次的也失敗很多 當初在研發的時候其實資金一直砸下去 那不見得會有效能不見得會有結果 在慢慢一試再試之後 OK有了一個效能 我們還是必須要一直在改進 那我本身對研究事情其實就很有興趣 毅力也很強 那應該說是我自己運氣好吧 然後這個東西我能做得出來 對我來說商機不重要 對地球的氣機才是重要 如果使用了隔熱器 我們相對的使用電量會比較小 那使用的水相對也會比較小 如果這些資源能夠更節省的使用 那地球變熱這個不可逆的現象 我們能夠扭轉它 如果說能夠讓地球冷化減緩 甚至能夠回頭 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對我來說是一項 個人的成就 最重要的來源 作詞場面 對定的下課 是 fusion